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设法界就没有了 所以设法界是个梦境 六道是梦中之梦 我们这个这个 放下了 一切执着了 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再不执着了 你就醒过来 六道就没有了 好像做梦醒了 做梦醒了 行过之后那个境界是四身法界 那还是一场梦 那个梦是 那个梦烦恼比我们亲 是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方向 那个梦竟然没有了 四身法界也没有了 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个一点都不假 是法界没有了 什么境界出现了 化脏世界出现了 极乐世界出现了 祝福的时报状元图 它是不是真的 比我们来讲真的 我们这个世界千变万化 所以我当时想这个问题 想不通 它怎么变 怎么变 变都无有穷尽 所以我就想起小时候玩的万化筒 所以他们找了很多万化筒给我 我这几片的 几片彩色的这些纸片 放在这个三片玻璃当中 你怎么转 你转它里面这个图案 从来不会有个重复的 所以我学这个还原观了 还原观里面讲 出身无尽啊 用这个东西 可以能代表 真出身无尽 这不是假的 我们这个宇宙之间千变万化了 是什么 念头在主宰 你意念在主宰 所以你这个念头 它就变化 是这么一种事情 要把这个四十真相搞清楚